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公路经在自家主场败给雷霆,尽管自母哥雅的托昏波Giannis Antetokanto攻下全场最高的28分,仍无法与多点开花的雷霆抗衡,最终公路以19分之差输球。 公路主帅齐德,Jason Kitt表示,球员之间的信任不足。此一公路其余四位新发球员表现低迷,得分加起来还少于雅德托昏波,仅仅贡献26分,反观雷霆,CPR连线安东尼,Kamalo Anthony,乔治,Paul George,魏茨布鲁克,Rossiel Westbrook就合力较出49分。 很简单,传球给队友,在被问及对手若针对雅德托昏波加强防守时该怎么处理? 齐德表示,当你这样做,事情自然会到位,比起把责任放在雅德托昏波身上,我们还有其他四位球员,他们需要增加彼此的信任。 齐德认为,必须给雅德托昏波信任队友的想法,我们有可以得分的球员,但打了七场比赛都没有展现出来,我们必须找到球队的节奏及信任感。 字母哥拿下全场最高28分,今日美国。 前NBA球星现任公路总教练启得资料照美联社。